Hello, 新生我自手機版短片攻略的時間 前兩條影片大家就看到史坦桑抽 看完不知道看什麼,總之很開心,因為我抽不到 Anyway, 現在這兩條影片就是講到接下來會更新的東西 接下來更新的東西就不是講港澳台服 是純粹大陸服的前瞻 看看現在大陸服有什麼 我們就可以大概估計到接下來會有什麼 大陸陸遜改完又改, 重造又重造 終於鐵定了 現在終於鐵定了這一隻 之前重造原因因為紅將太弱 再造給他也沒什麼起色 最後這個版本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我們就看看究竟重造完再重造的陸遜又會有什麼不同的景況 同時他也推出了他的專武 相關書我之後會再講 陸遜的技能很簡單 對於武力最高的兩支敵軍 造成智力68%傷害 這個是一層 或是損失兵力最多的兩支有軍 我們會產生肉盾 好 戰鬥開始之後 令到對面智力最高的三支軍隊 每秒損失8%的露氣 持續5秒 總共是40% 陸遜現在在大陸的定位就是 這些就像張寮一樣 零星都可以放上場用 但問題當然零星不可以做主將 如果陸遜不能下坑的話 這隻大家一定會下坑 坦白說作為吳國最後護國大將軍 雖然他比較文則崩崩一點 但他的技能的確是不差的 至少我都比陸遜好 全身會產生一個盾 擋六次 盾維持2秒 被動 普攻有30%機率令到協戰 如果武將被嘲諷的話 會提高傷害 如果張寮招了你之後 反而大力了 而這隻槍落坑這件事 很明顯是針對張寮 又或者是針對現在很強勢的三騎 首先第一件事要擁有才行 不是說你出了三騎就不流行 有才是紅象 如果你要投資一隻 這隻就比較實在一點 因為無論是攻擊 坦也有佔有一個很高的係數和席位 不要經常看紅象 看看我們的蕭河 其實項羽都已經會和呂布同一行更新 因為推出新版的跨復戰 項羽和呂布會用同一個戰場活動去得到 但之前說太多了 不說了 但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能下星期或直播時再說吧 其實作為八二支的武將 這一招的技能實在太普通了 因為你要明白有很多的武將 其實都做到這個效果 因為它是屬於一層級 可能升到七星的時候 可能它打九百百百千 一千百百千傷 不知道 只是比國家大力吧 但它唯獨有一個好處就是 因為它是強制的 並此其隨機二至四秒 必中的圓魂效果 再加上有少少傷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 題外話 最後你會看到 現在大力版的更新 會有這些新的Skin 其中一個Skin 就叫君臨天下Skin 所有武將的造成 所以加10% 但未知道怎樣玩 也未知道得到方法 所以有少少資訊告訴你 所以希望你們明白 接下來紅將或蕭河 就會陸陸續續推出 隨著新的系統慢慢加入 下一條影片會講專武 專武就重要了 因為專武會翻生很多武將 又或者有些武將 又再專武之後 勁上加勁 到底有多麼屈肌 下一條影片會跟你講 下一條影片見 拜拜 拜拜